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满两胡须的胡须男 他们一行人登陆了度假村来到了海边别墅 想要玩自己游戏的人必须要会开枪 度假村的人随后安排他们去练习 晚上度假村开晚会 朱莉上台讲话 还拉出来了一个丧丝 朱莉眼睁睁看着凶神恶煞的丧丝 脸上还带着一丝挑换的气息 起时金发女悄悄地跑进度假村的控制室 拿出乳盘复制了度假村系统的文件 似乎有什么阴谋 第二天游戏开始了 他们一行人乘坐两辆车到了围栏的外面 准备玩丧丝消消乐 他们驱车来到野外 两辆车兵分两路 看到了各种丧丝 城里人开始玩丧丝消消乐 不亦乐乎 但危险也随即而来 度假村的安全系统中病毒 安全防护栏失效 系统自动开启了自毁模式 一大批丧丝好像饿了好酒一样 看到活生生的人就想吃KO 这对人挂磕了 回到另外一对人 他们好像悄然不知危险的来临 还一起喝起了小酒 翠花发现一个丧丝 缓缓地向他们走过来 翠花联盟大声喊人 叫醒了其他人 他们这对人也遭到了上司的攻击 大强在逃上车顶的时候不慎被咬了 带他们进来的司机也挂磕了 他们在车顶上度过了一个不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他们接着逃忙 起时 金发女心虚了 觉得她一开始 在度假村复制的东西 与这次安全系统有关 几个人都责怪她 他们随后来到了一所飞弃的屋里 本以为屋里面没什么 突然跑出来一连寸的上司 还把金毛女咬了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金毛女死有余辜 嗯 我也觉得是 他们一路走过来 死尚无几 还剩下狗蛋翠花 还有胡须男小强 他们几个人逃命来到 西黑一片的隧道里 而小强因为害怕 还有恐惧 随口就骂了一句 但是祸从口出啊 随后在她头顶上掉下了 一个林妹妹把她咬了 小强挂科 三个人继续逃跑 他们发现了一个救助蛋 但不幸的是 里面没人 只伤下一群恶鬼投胎的上司 他们赶紧跑 他们用身体堵住了大门 但是狗蛋却在这个时候 林郑逃脱 不顾翠花的使唤就逃走了 现实所迫 感情再坚固又如何 大难临头各自飞 其实胡须男也叫翠花赶紧走 胡须男用自己的肉体挡住了上司 让翠花逃了出去 大难当头 狗蛋两个陌生人都不如 不知翠花是怎么看上她的 不过狗蛋独自跑出来又怎样 还不是一样被上司咬了 挂科 最后只剩下翠花一个人 翠花来到了一个密室 发现里面一个女的 正是朱莉 翠花知道她的阴谋 恨她 把她推到上司面前做便当 这时翠花也逃出来了 度假村自毁模式只上下七秒 跑出来的翠花被地上的丧司看上 翠花一路奔跑 度假村爆炸了 翠花跳进了海里 故事结束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丧司度假村的经营者朱莉 为己私欲 不顾他人安危 最后也是沦落在丧司口中 这一度证明了感情在坚固 也经不过现实的所逼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